因应迅期即将到来 为了强化机关纵横向的联系通报 行政院南部联合服务中心 与农委会的水土保持局 在高雄举办了地方政府土石流防灾座谈会 期盼呢透过讨论可以加强密切合作 一旦灾害发生的时候呢 能落实防灾减灾工作 就怕迅期一到豪大雨下不停将会引发灾害 行政院南部中心跟水保局共同举办 地方土石流防灾座谈会 会中除了讨论整个平台运作之外 已点出自主防灾的重要性 尤其全台土石流浅室溪流 多达1700多条 光是南部地区就有230条 如何强化机关纵向横向联系 落实防台防训格外重要 全国这么多的土石流浅室溪流里面 民众都能够自主的针对它的宅前宅后 或者是附近的环境多加关注 尤其我们更落实到村里长林里长这样的一个层级 这样的一个防灾工作我相信 不管一般民众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政府组织架构也好 对这样的防灾的一个运作 都能够顺畅 然后达到全民防灾的一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真的是需要有赖于我们整个整合平台 因为整合平台的重要性 它其实不只是一个单位 它可以很立即性的 让我们各单位能做连接 所以如果你发生了一个部分 那么马当打119 它可以立刻联络到我们整个平台 来协助我们的灾难救助 行政院南福中心与水土保持局 每年都在训起来林前举办座谈及专题演讲 集结地方防灾救灾第一线人员 研商如何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特别是气候变迁引发复核型灾害 唯有提升防灾制式及应变效率 才能够将损失降到最低 都能够有一个自主的一个意识 大家针对在训起之前 5月训起之前 能够对宅前宅后的水沟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清理工作 能够帮忙政府一起来 做好这样的一个防灾的一个工作 相信今年我们达到自主防灾 还有土石流灾害林伤网这样的目标 我们一定能够努力完成 为了加强土石流防灾准备能量 水保局在南部三线市 分别举办第一线防灾人员教育训练课程 期盼加强自主防灾意识 应兴起来临时的各项挑战 防灾自干灾 防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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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灾